伊斯兰党被只收取巫统9000万令吉政治献金的案件 反弹会近期已经把调查行动升级 昨天就传出反弹会出手 冻结了某一些一党领袖 总和超过200万令吉的好几个银行户头 然后也扣押了其他的资产 那包括了房屋还有豪华名车的 不过月亮老二端一布拉新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昨天晚上就大力否认了 甚至还要叫大家同情一下他们 因为很多伊斯兰党领袖在每次大选的时候 都是倾家荡产 务力地为党筹募竞选资金的 那伊党老二端一布拉新 昨天晚上在世卯月为国阵候选人站台期间 出了大喊该党是没钱没资源的政党 如今那还未人以金钱污蔑 更是吞不下那口气 虽然党老二是不断地说自己有多委屈 不过伊党领袖却是因为收钱风波 接而连三地到反弹会去录取口供 那今天早上是吉兰丹州行政议员 纳西尔道物被传召到丹州反弹会问话 协助调查伊党涉嫌收取九千万令吉的案件 镜头转到玻璃市 伊党精神领袖哈欣亚仙 今天早上匆忙地进入反弹会大楼 那针对他拥有一辆保时捷房车的市进行问话 并且在两个小时之后从后门离开 避开守候的媒体 上门离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